5月23日晚 导演丁盛就电影《英雄本色2018》 涉嫌宣发问题 再度联合电影资方 北京文化在微博发布声明 要求光线传媒就声明中 所列的十条宣发细节 做出说明 给出明细 并喊话光线 20天过往 凭证仍隐藏 不畏阴暗示 何惧见阳光 截止发稿前 光线暂未回应 而此次丁盛所发表的 声明发起方 也正是授权光线进行电影宣发工作的 该片联合宣发方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声明中称 所列的各项支出 共计3774万亿元 数额巨大 但光线传媒 仅于5月21日提交了 若干付款项和对应金额 而非消费明细 因此北京明确表示 希望光线在五个工作日内 就十条问题进行反馈 丁盛本人则在微博写道 20天过往 凭证仍隐藏 不为阴暗事 何事见阳光 看来是要怒疏到底 非凡娱乐 整理报道